新的社会新闻焦点 高雄市警方逮捕了一名 横贤县市的抢匪 他专门就是挑了三更半夜的时候 去抢檳榔摊 因为都是现金交易嘛 晚上又赶到几个休假来雇这个摊位 所以他就专门挑檳榔摊来下手 但是因为他犯案的时候呢 都戴安全帽又戴着口罩 然后骑脏车要怎么追呢很难 后来警方呢是逮捕到一名偷车贼的时候 才发现 这个偷车贼竟然就是檳榔摊的抢匪 劫实器画面中凌晨四点的檳榔摊 只有一位小姐在摊位 突然一名白衣男子骑车靠近 安全帽跟口罩都没脱 持刀闯进开始翻箱倒柜 小姐怕得缩到一旁 抢匪拿完钱顺手拿了一包檳榔 骑车扬长而去 这名抢匪专挑檳榔摊下手 已经在高雄县市犯下好几期抢案 这是因为深夜檳榔摊人少最好下手 檳榔摊因为本身都是现金的出入嘛 所以他最起码檳榔摊里面有几千块的现金嘛 而且只有一个小姐在看店 深夜里面人也稀少 最容易得手 由于男子每次犯案 总是戴安全帽跟口罩 还骑脏车 追捕不容易 后来警方逮捕一名偷车贼 没想到跟抢劫的就是同一人 他作案的过程当中都戴着安全帽戴口罩 所以呢 他认为这样应该是百密书啦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破绽 可是呢 那个神情呢 被这个交接指引还是看得出来 嫌犯以为头部通通遮住 就万无一失 没想到凶狠的神情漏了线 最后还是让被害人给认了出来 周杰新有陈云龙高雄报道 好